还是她之前那个男闺蜜 跟我说的 因为她陪着她去 听懂了 听懂了 你们毕业多久了 毕业三四年了 三四年了 对 她去创业多久了 一年才起步 一年 她就是工作就突然一下 就特别忙 然后心里就会有那种落差感 那像一些周末什么的 也有时间回来看看吧 很少 为什么不回来呢 因为那面忙 就我之前说的 我们这是个初创公司 人真的非常少 然后我们要处理的事情 非常的多 所以说我们每次 上去之后的话呢 很少会就是说 抽个时间下来一下 然后再上去 其实说白了 就是在你现在的阶段 谈恋爱对你来说 是一件奢侈的事情吗 是不是 对 我需要几时间 那你做过一些什么 补救的举动 来挽回你们的情感 或者说来修复一下吗 我有准备给他惊喜过 因为我长期在外面 然后他也经常说 我陪在他身边的时候很少 然后我就那么做了一次 我说给他个惊喜 然后被他就弄成了惊吓 啥意思 就是那天下午一两点的时候 我跟他视频 然后他跟我说他要睡觉了 我想的是 他可能是头一天工作太累了 然后我说那行 那你今天就在家休息吧 你晚上别出去了 他说行 我晚上不出去 然后就把视频挂了 我挂了视频 我赶紧开车 然后从山上下来 然后再一路高速去到他家 我刚到他家的时候 已经差不多晚上 八点多左右了 我刚才到他去门口 就看见他打扮得 花枝招展地出来 然后我就问他 我说你现在准备去干嘛 他说你管 我说那你总得告诉我 你跟谁去吧 他说你又不认识了 那我说了 你本来就不认识 而且为啥 你一回来 我就得陪到你身边 那你知不知道 我开那么远的路 我过来是有多辛苦 你知不知道我在那边 那你就回来休息 你回来辛苦 你就去休息 你有你自己的事情忙 我也有自己的事情忙 你一回来 我就得陪在你身边吗 是 我是觉得 咱俩现在在一起 你去哪儿去干什么 有必要稍微跟我说一下 哪怕我不可以 我跟你说有用吗 我都说了 我跟你说有用吗 如果现在选择跟朋友聚合 选择跟他聚 你更愿意跟谁在一起 朋友 那你干嘛还跟我们说 你要跟这小伙子结婚 问人什么时候娶你 这什么意思呀 我今天来就看他怎么给我解释 你现在的上面写的是个自由职业 是吧 所以自由职业到底是做什么呢 就是跳舞 工作就是跳舞的 跳舞的 你希望他从事什么职业 我希望他找一个朝九晚五的工作 因为我之前也给他介绍过工作 托朋友 他也不愿意去 你给我介绍是什么工作 他给我介绍是在歌舞团的后勤 那我就不喜欢 我就是一个学跳舞的 我当然是要找我自己的专业对口 我就是要跳舞 要做我自己喜欢的事情 但是你说了 咱俩没时间见面 对不对 然后我就给你找一个 能把你稳定下来的 那你也没有必要找一个 就是说 他也现在开始经常去外地了 一出去短则半个月 长则也是一两个月